10月11日已經過了雙十節 10月11日 昨天雙十節真的是雙十節 我看見香港只有一個人去記念 因為每個人都說表現要低調 RFA也有訪問過爭獻權 很難得我看到呂祥年 呂祥年去了中山紀念公園 中山紀念公園是否真的在西環 西環那個 他就在那裏做了一個拜祭 最好應該要問一下雷玉年小姐 究竟那個地方舒不舒服 因為很多風水大師都說 在西環特意建一個中山紀念公園 其實是個風水鎮 因為他很多街燈 你弄成一條蛇 其實是八蛇會中山 是斜谷來的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看那些風水的Facebook page 基本上每個人都這樣說 是嗎 但是也有集會 以前我記得那時候在這裏搞什麼 搞打針的 那時候 打針 打針 但民間活動 基本上是不會選擇這個地方 那又很少說我聽說有什麼活動放在這裏 那這裏還有孫中山的 孫中山像未為國安法的 那大哥說雙十節初心是什麼 雙十是紀念什麼 是辛亥革命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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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翻帝制 推翻晚清的嘛 即使是 喂 習老闆 他都 他都說要繼承孫中山的遺願的嘛 是1911年那時候紀念起的 那大問題 習老闆 他其實是用做皇帝的心態 做國家主席 即是 經常說 讀中史的心態錯配是什麼 你不要揣摩他什麼心態 首先我現在 我現在自面上 你現在 你是不是 我看這幅圖 01有沒有違反國安法 是不是 喂 為什麼要紀念雙十節 鄧炳強的意思呢 紀念雙十節呢 就是叫做分裂國家的 是不是 喂 習老闆 習主席 喂 真的由1911年紀念起 不是1949 還說自己 是什麼 是要繼承孫中山的遺願 是不是 背叛祖國沒有好下場 這個廢話 經常都這樣說 但是 他還說要繼承孫中山的遺願 政治遺產 他那時候說的這個說話 搞到台灣那邊 一聽到就覺得難聽過粗口 已經在吐槽 他們叫做 是 歷史任務一定要實現 這句說話 就是用來統一 所謂的 但是 當然 他紀念孫中山 就是想告訴大家 我們同圓同中 你紀念孫中山 是屬於 大家都是中國人 不如這樣說 孫中山也有收過俄國佬錢 也有結外國勢力 聯俄傭共 所以 你看到很好笑 特地找了幾個警察 走來就拍了他的東西 有什麼好拍呢 當然 讀媒也有訪問他 其實他就跟讀媒說 希望表達的意思 已經寫在鮮花上 就是紀念 就是這樣 紀念 國父室 夫宣中山 辛亥革命烈士 就是這樣 其他問題 因為有警方錄音 所以他就不會回答 我現在就想問 鄧炳強說 違反國安法的雙十節 究竟 辛亥革命 是否違反國安法 辛亥革命 確實 他真的違反了晚清的國安法 除非你說 鄧炳強 你是代表晚清 你是代表 最後 你是代表 普宜 應該這樣說 或者 不是 其實那時候是 老佛爺 真是普宜 中國最後一個王大 那時候我知道 但當政的時候 不是他 當政那個 榨拳那個 農譽太后 農譽太后 但是實質 榨拳那個 就應該是慈禧太后 是不是 慈禧那時候死了 是嗎 慈禧那時候死了 慈禧那時候死了 即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那時候 他們兩個死了 死了 那時候是三歲登基 你所說的 是六 孫統三年是六歲 OK 好了 一件這樣的事 他後面自己有 我記得以前民主黨 之後是社民連 然後是 這樣 你現在這樣恐嚇他 有什麼意思呢 你現在真的很好笑 現在是 是不用勞 總之 鄧炳強有交代落 這個雙十折 違反國安法 就要拉要鎖 是不是這樣 你看到現在的人 做警察那些 就是這樣 就是很rigid 包括 早前陳伯 陳伯 陳伯 這個上獅子山 他是搞什麼呢 陳伯 你說他上獅子山 只不過是 展示了兩張標語去拍照 就是這樣 橫微冷堆千夫止 撲手今為二子牛 這句又怎樣 又得罪你什麼 又怎樣違反國安法 展示就是不對 展示就是不對 其實只是展示詩句 如果你展示詩句不對的話 你現在好像收工藍 傅鎮忠 會夠展示什麼 反對合肺水那些又可以 那些是另一個故事 共產黨認為那些東西可以就行 基本上現在的環境就是 老順 是老順的詩句 就是這樣說 因為毛哥很喜歡用橫微冷對千夫子 他代表了毛哥的位置 毛哥還沒死 但是只是這樣 大概的意思是 你們怎樣 全世界怎樣覺得我不對 我都堅持自己做得對的事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 是不是 陳百已經有什麼人理他 你又不拘捕他我也不知道 今時今日其實所有社運 或者曾經積極參加過社運的人 其實都已經變得很低調 這張照片好說不要聽 自拍一下而已 現在就說 根據郊野公園和特別地區規例 任何人未經許可不得在郊野公園展示 就是標誌海報或者條覆 什麼時候立法 這是什麼時候立法 就是2014年的時候 就是我要雙普選值回 那 這個 Fave 也有 但是很多都沒有抓到的 我知道 除非你真的有個景光在這裡 在獅子山 獅子山景光 19年那時候 你看到那些警察 都是常常上獅子山山頂行山的 是 甚至是去到 每年那些春秋二制 就是那些什麼七一啊十一啊 基本上那些警察 就凍晒在那裡 那就捱風雨了 嗯 OK 那還有 講這些被迫害的人 大家不要忘記了 還有是這個周恆彤 還有周嘉誠 兩個現在 就是周嘉誠 就是還押 就未被判的 那麼周恆彤 那其實應該有 他也是還押 應該是 他應該錯了 應該那些 是還押 周嘉誠47人案 周嘉誠 那 什麼違反保釋條件 還押了他 很久 一段時間 周嘉誠 就這樣 他早前 薯伯伯寄了一本書給他 唯納斯的名畫 是吧 唯納斯的名畫 因為有主 裸露 錦彈浩 退 不是有主 那是女將來的 好像是 難道你看你打飛機嗎 真是 是不是瘋狂的 你那些肉粗 你那些柳記 是不是瘋狂的 看歷史名畫 你會打飛機嗎 難道你覺得周嘉誠會 但是不是 總之現在找到位子 要進來 現在是 是不是 再有 就是早前周嘉誠 其實是昨天的事 原來那次 因為 他那個 唯納斯的名畫 那幅 就是被人家爆了出來 被薯伯伯爆了出來 在網上說 我原來這樣都被釘倉 之後那一天 就報復周嘉誠 意思就是好話他 外面有人幫你說話 原來外面有人幫你說話 原來外面有人幫你說話 你都要被釘倉 原來是 今時今日說明 這是政治監管 一定是政治審查 這個呢 其實之前有知情人士跟你說 如果你獄中 有任何人 就是 如果你起碼 你寫信出來 想和大眾接觸的話 你想和外面抗 一定會釘倉 你投訴 又釘倉 總之政治犯 就是這樣 不可以說話 就是 只要外面有人幫你說話 然後報復式手倉 周嘉誠 就是那次被薯伯爆了出來 因為那個 維納斯的名畫 被釘倉之後 那本書是叫教養 其實就是講西方學者應該要怎樣 有什麼修養 是啊 那之後呢 那班這樣的扭記 就之後那一天 就突擊手倉 就趁他 就是外面有人探牢的時候 就突擊手倉 原來那早上 他說有個葡撻 吃到一半還沒吃完 就拿著葡撻 說他管有葡撻 然後就是釘倉 這樣也可以 我又不知道什麼叫做 未經批准管有 外面任何人 寄東西進來 包括探監給東西 都有人監住看著 如果給你監住看著 都可以給到東西來 的話 起碼當席那個樓記 是不是要問責 要的 和你所說 所有的東西混入 那時候第一時間 都要經過檢查 其實 負責檢查周嘉誠 究竟是不是有個葡撻 這一樣東西 那個人應該有簽名 找個簽名出來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 葡撻可以擺多久 究竟那個葡撻管有了多久 真的起碼不能過夜 還有香港現在還是很熱的 9月18日的事 加兩天 即是9月12日 9月20日的葡撻 你不要說放一天 你放半天都不能吃 香港現在晚上都還在說23度 人口都在說28、29度 怎麼能撐 尤其是你倉庫裡面是零射熱的 我相信 其實他那天有兩個探監 但是他吃早餐之前 是不是有人探了他一次 我真的不知道 那個細節 我真的不知道什麼情況 總之我覺得是非常好笑 他的意思就是說 未經管有 未經批准管有的葡撻 是香港自由的縮影 十足十以前的蘇聯笑話 反正這些手段 對我來說是沒有用的 你這樣打壓他 他就是想他怎樣 他已經被你扔過瘡 已經被你坐牢了 你恐嚇他是什麼 你除了 你除了加緊地去折磨他之外 其實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是吧 沒有的 證明你這班這樣的柳記 是更加人渣 就是這樣 是講回教養那本書 你甚至是所有的重要部位遮住 然後那個柳記 親不簽名 就是寫一個留言 就是拿路退 拿路退 做好一個感嘆號 你 阿薯伯伯說 收到這些留言 基本上都是提笑皆非的 是吧 然後就是 周恆彤 周恆彤更慘 周恆彤原來 過去6月至10月 加起來5個月 被釘創了6次 平均 至少每個月一次 他這裏沒有說原因 原本就是剛剛中秋出來之後 一踏入 重要的10月 又會被人釘多一次 10月就應該是說 十二一號賀國慶那時候 不是賀你老母 我知道了 其實他最多也是多厚 是不是 我聽說他就說 很關顧倉裡面的朋友 如果你說怎樣幫人 給別人物資 又會被人搞 又是會 針對政治犯 採取最嚴格的標準來治他 這個呢 就是他前戰友 劉嘉儀 劉嘉儀以前是支聯會的 其中一個常委 平時是探他監 這次劉嘉儀又幫他說話 我想又是被他釘多次了 不知道是否因為 水飯房太熱而缺稅 他說最近見他變得銷手 嘴唇乾裂 雙下巴變成瓜子臉 他精神狀態還是很健康 雜善固執的固執仍堅挺 這個除了對周嘉誠沒有用之外 對周恆彤也沒有用 你看到他們兩個都非常硬 又入水飯房 不知道什麼原因 究竟什麼原因 但是很好笑 你看到這些什麼 香港支部 還有那些 香港支部 那些 又是抽去水的 就在這裏說 喂 你都要管一下規矩 是不是 就是 說 你都是 改不了的 又說 你水記女王破紀錄 五個月六道被籌水飯房 然後就說 劉嘉怡幫他說話 他就說 質疑處方 針對政治犯 采取最嚴格的標準 去治周恆彤 看來周恆彤的反對派本色 去到肉中都改不了 既然他自己做的事 自己承擔效果 慢慢捱 我想知道 怎麼搞事 怎麼搞事 現在是怎麼搞事 合不合理呢 哼 解釋不到 真是好笑 怎麼搞事 怎麼搞事 我不靜止 你看到那些 那些 那些建制媒體 全部都是這樣 落井下石 已經被你摧殘了 但最重要的是 那些什麼建制媒體 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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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童群秋會 反而是不夠膽說 周恆彤 他為什麼會進水飯房 這些理由呢 幫港出聲 還在這裡說 劉嘉儀大呼心痛 然後一副 然後邵家樽又提及 一副什麼 黃營善情的口吻 怎麼善情 休戚與共 休戚與同 怎麼叫善情 然後什麼守法守規 應該是市民的責任 偏偏有人視 挑戰法律為抗爭 更加認為值得加許 一美圖獨年輕人 守法守規 我現在反問你了 幫港出聲的編輯 你知不知道 現在這個水技女王 犯了什麼法 犯了什麼規 怎麼違反了市民的責任 你說吧 你就是在落井下石 你這幫人渣 真是 嗯 那就好了 我們現在講到這裡 需要整車 剛剛師傅來了 那你稍後 十分鐘左右 稍後回來 好嗎 稍後回來 阿龍你寫定標題 好 好 是這樣